为什么你是在台上频频逛了那么多 带脸叶还是松垮垂呢 那今天就是一个坦白局 想要告别垮脸纹路 只需要在家里用它做皮肤管理就可以了 其实我去年就一直在用它们家这个金牛 我觉得效果就已经很赞了 但今年它们更是自己卷自己 输了个全新升级的奇迹没用意 不愧以色列社评大师 因为我本身比较瘦嘛 我的内沟和发脸纹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一般都会用这个K老模式比较多 因为它可以做到 烹痰 嫩肤 紧致 一步到位 用的时候就慢慢在发脸纹和苹果机这位置按压打圈 它这个上脸就是热热的 而且热感是由内而外 不像只给脸做了个热服而已 相较于其他美容仪式滑动的手法 初补用的是打小圈的方式 有点类似于热某级那种打格子的感觉 就定点定量加热 然后你等它热量到了之后 这个成灯就会亮起 就可以换位置了 像我的内沟和发脸纹是每次化妆必要遮的嘛 而它这个凸起的射瓶头呢 就能够很好贴合这些边边角角 弯弯热热的纹路都能够被填平不着哦 加上它新升级的三频率制真摄瓶 能够生入我们真皮的浅中生三层 不仅能够促进胶原的合成 还能够修复弹性蛋白 这样脸蛋自然就饱满有弹性了 你们看一下这边即时效果还挺明显吧 就这边脸明显感觉要膨起来了 而且我每次用完都会觉得肌肤更加饱满细腻一点 笑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这边苹果记得最高点 网上一类一点点 关键是这段时间我还刻意在这边的法力纹多用了一下 对比一下两边 明显感觉右边要比左边的纹要更淡一点点 其实在专业做美容仪的品牌当中 可选余地真的不太多 而初普是已经有12年的社评历史 已经被写入了教科书里面 算得上是非常有品牌沉淀的了 而他的爸爸刻意人已经50年研发历史 就院线级别的技术 对市面上一些小打小闹美容仪来说 就是这样为打击啊 想要亲线下头线守住少女线的话 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提拉紧致模式 你们看那院线级别技术就是不一样 它是第三代DMA协同射品 作用到你的肌肉层和筋膜层 酥酥麻麻的 两三分钟就能还你一个干净利落的下额线了 你们看我这个嘴角 就很明显感觉有种力量在提拉 我是比较瘦嘛 有一点肉的姐妹们用起来 效果会比我更好的 就可以直接和双下巴发塞说拜拜了 你们看就用了这么一会儿 这边下额线是不是清晰了很多 一点好的美容仪呢 其实是不需要每天都使用的 你只要大概用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你一个月下来就会觉得皮肤很透亮很光滑 所以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用的越久越能发现它无可替代 因为它是可以从根源上 把你解决很多皮肤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买一台抗老美容仪 那厨房真的可以啊 行吗